北台南甲府中心组合希望的工程推动资金已经35年 夫妻的学主超过5万5千人 以今年出国的中学金的发奉 8月25日最后在新年的男民党来孤兴 所以先来办法的台专艺航 也要加上这个学生 总共四百多万的经费 今天我们颁奖典礼中间 总共有两百多位要就读高中和大学的孩子 来这里参加颁奖典礼 我们下个月还有四百多位 国小和国中的同学们 也需要我们来颁奖给他们 给他们助学金 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来参加 来就读明年度的课程 我当现场这些贵宾和冠军者都到处 让孩子们来 特别是家府的学主 也有过去买书贵帮助的 助力的青年也都来分享 感谢家府和生心人士对他们来帮忙 最主要有11位考上研究所同学 其中10位是新生 也是硕士 另外一位新生是博士 这是很难得的 那我们这次就是 经过社会大众的一些支持 让我们的同学 能有这个机会拿到奖学金 那他们也是很努力 来报答我们的这个捐助人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 12年前拿到第一笔 那个仁念协会 陈董事长的那个 证照的奖学金 第一位那是12年前 他今天就回来以后 来感恩来赠送我们 这个我们的 省理事长的一个小小的地方的礼物 来表达他的谢意 百岗府表示 当年当心都需要600万到700万的 中族学金 再感谢社会国家的爱心 让孩子在教学的规定 不要烦恼到做社会的问题 可以透过教育来改变人性 感谢社会国家的新疆 最后报道